手拿一把长枪从徐徐前行的车中下来 见到目标人物上去一枪毙命 这不是小说中的情节 这是前日发生在扇尾陆丰的一起持枪杀人案件 周二傍晚 42岁的扇尾陆丰大安镇博贝村村民林雍军走在村道上 怀里揣着几千块建房子的钱 正准备去买些建筑材料 这时四辆面包车突然将它团团包围 为首的一名男子举枪就往林雍军身上一阵乱射 林硬生倒下 文讯赶来的林雍军的妻子女儿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 强击事件发生后 村民立即报警 陆丰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将开枪的嫌疑人抓捕归案 虽然这伙人的作案动机仍在调查之中 但博贝村村民就向一线记者透露 林雍军生前是在罗河上挖沙的 此事可能是跟隔壁村抢河沙引起的 在村民的带领下 一线记者来到罗河边上 一辆挖沙机已经被砸得粉碎 村民们说 那伙人杀人之前 先来这里把挖沙机砸烂 一线记者注意到 这罗河上下几个采沙场 并非正规的采沙场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周边几个村的村民自建防用的沙 都就近在这里取 博贝村村民反映 这伙持枪歹徒两年来多次在村里鸣枪示威 而且说谁敢到罗河踩沙 后果自负 不过这些说法并未得到当地警方的证实 听村民反映是两年多了 这伙人多次鸣枪示威 如果警方早点出手 可能就不会出现如今这起持枪杀人案件了